前段时间,杨幂上奇葩说引起了热议,原因是在一期节目中面对要不要把前任当人脉这样的遍体,马东问杨幂会把前任当人脉吗?杨幂霸气回答,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。 一时间,不少网友感叹她的霸气,巧合的几天后,也就是昨天,刘凯威现身内地剧院作为话剧雷宇的主演接受了媒体采访,只不过采访中46岁的她看上去报受了许多,身形和旁边比她大11岁的影后何赛飞还要单薄,两个曾经亲密无见的人,如今一个如往日一样红火还侧气霸露,另一个却显有消息还瘦了很多。 不少关心她的影迷好奇,刘凯威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? 众所周知,刘凯威出生于演员家庭,父亲刘丹是TVB的金牌配角,曾凭借《83版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《红七公益》叫《红吉亦》时,刘凯威是家里的长子,她还有一个妹妹,不过虽然刘丹是演员, 但刘丹夫妻俩其实特别不想刘凯威跟妹妹将来当演员,因为刘丹是从TVB一点点打拼出来的,她知道那种心酸,所以小时候夫妻俩也没有特别培养两个孩子。 他们觉得小孩子还是好好念书,学习很重要,然后找一份舒服的工作,甚至为了避免兄妹俩在电视上看到父亲好奇,母亲很少让他们看电视, 以至于刘凯威小时候对父亲的形象还是听同学说的。 每次上学,同学告诉他,你爸爸又演了部电视剧,大多时候他都是一脸懵。 刘凯威十几岁的时候,一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,因为要拍戏,父亲刘丹经常在香港和加拿大之间奔波,家里就剩下他和妹妹还有母亲。 年少的他很早就懂得了男人的责任,本来大学的时候刘凯威想学建筑,考大学的时候也考进了加拿大淮雅逊大学建筑系。 结果1993年,19岁的刘凯威参加了加拿大华人歌手选拔赛,出出牛犊不怕虎,他拿下了那一届的冠军。 又因为这次歌唱比赛的举办和TVB有关系,他因此进入了TVB议员训练班学习。 随后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,从此正式踏入演艺圈,本应该成为建筑师的刘凯威,就这样成了一名演员。 但不得不说,刘丹夫妇当初的决定是对的,虽然有父亲刘丹待,可刘凯威在TVB的日子还是很难走。 很长的一段时间,他都只能演一些没有任何彩头的配角,没有关注,日子过得也很差。 跑龙套的日子,对自小被父母保护很好的刘凯威来说,简直是人生最难熬的日子,就算是许多年后,回想起那时候刘凯威都心有余悸。 感叹地说道,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地狱,确实20岁到30岁,本来是一个男人大有作为的十年。 可那时候的TVB和他同类型的演员中有林峰、黄宗泽、陈建峰、吴卓熙这四大小生坐镇。 他很难走出来,整整十年的时间,最被人记住的角色,估计也就是创世纪里没有太多戏份,还不太讨好的弟弟叶荣泽。 2005年的时候,好不容易在田孙爷爷里演了一回男主角,结果剧不温不火,他还是没有大火,也许是过够了那样的日子。 2005年,刘凯威离开了TVB。 辗转两年后,刘凯威正式把工作重心转向了内地,那一年他已经33岁了。 熬过了黄金十年,没有熬到一个机会,刘凯威的心情非常复杂。 可他没有想到,在内地又熬了四年,一直到2011年,终于凭借在都市情感剧《千山木雪》中饰演的莫绍谦,开始有了人气,事业上有些起色的他,生活中也有了方向。 因为在前一年他担任男主的电视剧《如意》中,杨幂是女主角,两个人因为这部剧结缘,随后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,刘凯威的人生都进入了快车道。 因为杨幂、刘凯威在一起的时候,正赶上公播完那段时间,几乎是杨幂最火的一个阶段。 2012年,他们官宣了在一起的消息后,刘凯威瞬间成了关注焦点,再加上他算是比较早到内地来的一批香港演员,一时间也是各种资源加深。 随后,他又开了工作室,自己当制片人,拉来杨幂拍了《盛夏晚晴天》,凭借着两个人的恋情, 2013年,电视剧播出后大爆。一年后,他和杨幂举行婚礼,几个月后小糯米出生,家庭生活幸福,他的事业也走得异常顺利。 几部现代剧的火爆,让他和钟翰良、霍建华一样,成为最受欢迎的霸道总裁。 可惜的是,霸道总裁剧也只活了几年,没能迅速转型的刘凯威,也逐渐没有了当年的热度。 2016年,他和郑爽合作的《寂寞空庭春玉晚》成了几年来最被熟知的作品,和事业一起走下坡路的还有当初甜蜜的爱情。 他和杨幂的关系,也在孩子出生的一年后,开始被各种热议,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各种辟谣,后来连辟谣都没有了。 最终在2018年宣布和平分手,那之后的刘凯威就逐渐消失在了大众的视线,一直到最近的《这就是生活》播出,他才算回归了荧幕,只不过没有了往日的号召力。 他和小19岁的陈都林组的CP也没有获得关注,甚至在巡回检查组《柳金岁月》《尤匪》这些热播剧中,好多人都不知道有这部剧。 如今的刘凯威似乎又回到了昔日的状态,其实和杨幂离婚后,刘凯威因为女儿的事引起了不少热议,闹得最厉害的还是前段时间关于孩子上综艺的事。 一开始,有港媒造谣刘凯威要带着女儿上综艺,然后有记者采访杨幂,杨幂强烈反对,甚至表示如果刘凯威一意孤行,就要夺回抚养权。 后来,经过记者求证,刘凯威回复说,从头到尾都没想过带女儿亮相节目,更加没有争执。 谈到女儿的未来,她以一个父亲的口吻平淡地说,只想女儿开心,简单地生活。 在那之后,她又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,回归了舞台剧的舞台。 娱乐圈里走一遭,她经历过沉默的十年,也尝过爆红的滋味,喧嚣过去,面对女儿的未来。 她也说出了和当初父亲一样的答案。 想当初和杨幂在一起时,她被各种质疑配不上,受尽了争议,或许如今的她才算真正找到了方向。 杨幂和刘凯威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传出恋情,隔年两个人官宣恋爱,两年之后大婚,生女,结婚仅仅四年,便分到扬镳。 两个人从在一起到分手,不过七年令人唏嘘,离婚之后,两人官宣,一起抚养女儿小诺蜜。 她和杨幂之间的财产上也完成了分割。 因此,除了女儿小诺蜜,两个人再无瓜葛,也正是因为如此。 但凡小诺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消息,香港媒体就习惯性地把刘凯威和前妻杨幂牵扯在一起做文章。 最近有消息传出,杨幂和刘凯威吵架了。 原因是,刘凯威想要带女儿小诺蜜参加综艺,而一向对家事都低调处理,更不愿女儿曝光于人前的杨幂,对此表示不满。 于是,两个人大吵一架,事情曝光之后,杨幂自然是不予理会的,大家便把注意力都转向了刘凯威一方。 毕竟每次有什么传闻都是她们出面解释的多一些。 先是刘凯威本人出来澄清,首先她否认了与杨幂闹翻的传闻,其次她表示自己根本无意参加亲子节目。 不过刘凯威的原话很耐人寻味,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带女儿亮相节目,也没有翻脸,我们只希望女儿开心快乐的生活。 注意,刘凯威的话里提到了女儿,但说到翻脸,她并没有直接提及前妻杨幂,甚至是都没有用一个她来代替。 没有翻脸的这句话,很明显缺了一个主语,也不知道是不是刘凯威情伤未愈,对于杨幂这两个字依然绝口不提。 只在最后,希望女儿开心一句话里,把杨幂的名字并到了我们这个词里。 然而,消息并没有因为刘凯威本人的出面澄清而平息,倒是刘凯威的爸爸刘丹,又为儿子和前儿媳的事情出来挡枪了。 刘丹说,刘凯威其实本意就不太想参加这一类的亲子节目,也因此推掉了很多,他们都希望小孩子能开心健康地成长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